北京时间11月12日,凯尔特仁鲁克唱94比100不敌开拓折的赛后,绿山君担家球星,欧文接受采访时表达,那希望能够招揽到一位有经验的老将。 他说道,现在,我觉得如果有一名拥有14、15年经验的老将就很棒了,他会在常规载中提供帮助,让我们明白,这是一次漫长的马拉松,而不是一次全面冲刺。 提到14、15年经验的老将,人们自然而然的想到了,曾经的联盟巨星安东尼,而正处在于火箭僵持阶段的牵挂,如今更是被很多人认为,他已经打完了火箭生涯的最后一场比赛,离开几股板上钉钉。 今年夏天放弃了雷霆的顶心,接受了240万老将底薪的安东尼加盟火箭,终于联手好友组成安灯炮组合。 然而,赛季之间火箭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,安东尼本人的表现也到了生涯低谷。 这也使得火箭刀层加责任归及于钱瓜,本赛季安东尼接受了生涯第一次替补角色,赛季之间他顾虑火箭出战了10场比赛。 场均能够获得29.4分钟的出场时间,得到13.4分5.4篮板,0.5,助攻0.7封盖的数据。 这样的数据放在其他替补身上,人们肯定会大大赞扬。 然而,放在这位曾经能与詹姆斯拍手腕的顶级前锋身上,人们却感到了些许失望,如此低迷的表现,显然很难与哈登,保罗和称火店三巨头。 对于现年35岁的安东尼来说,这已经是他在联盟的第15个在季,此前作为绝金,密克斯当家巨星的他,曾十次入选全明星正如荣, 无论是实力还是经验都不容人们质疑,即便如今火箭战技不佳,也没理由将所有问题都归结在安东尼的身上。 这样的做法显然令很多球迷感的寒心。 在今天的比赛中,安东尼更是没有随队前往喝场,这似乎已经暗示距离安东尼离开休斯敦的时间不远了。 当然,以前过的能力与经验,显然不愁下降的问题。 如今欧文在接受采访中极为明确的暗示,或许也表达了绿山军招揽的决心,如果安东尼能够加盟凯尔特尔人与欧文海沃的这样当打之年的球星,以及卡图姆布朗等充满天赋的年轻人打球,既能在关键时刻用经验终结比赛,也不用每场拼尽全力。 显然,这对于凯尔特员和安东尼来说,都将会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。